大家好,我是妙妈 天气特别好的时候,太阳特别大 我楼顶上面光照太足了 这种天气,菜容易发苦 所以每天早上浇好水之后 我还会给这些菜做好防晒工作 保湿和防晒都做好了之后 才能防止这些菜提前衰老 菜长得嫩了,就自然没有苦味了 大家好,我是妙妈 每天早上我都会给我所有的菜 用水枪浇一遍水 浇水详细的视频前两天我有分享过的 今天主要分享的是 浇完水之后,怎样给这些菜遮阳 近几天的气温又特别高 一下子又升到快30度了 楼顶上面光照太强了 菜很容易发苦的 所以除了浇好肥料,浇好水之外 我还会给所有的菜都盖上遮阳网 蔬菜也是需要防晒跟保湿 长得就嫩了 广东的冬天本来气温就高 加上要是在楼顶上面种的菜 太阳长时间直晒的话 温度会非常高的 所以这些菜就老得很快 很快就会抽苔 而且苦味也很重 但是盖上了遮阳网 遮光率基本能去到40%50% 这样气温就下来了 蔬菜所处的环境就会凉快很多 而且遮阳网还有利于叶子跟泥土的保湿 在太阳大,风又大的楼顶 泥土保湿,叶面保湿 是非常有利于出菜的生长的 我楼下露台这里的光照 大概是3-6个小时左右 所以楼下露台这里会凉快很多 今天早上我已经把一些小香的菜 都搬到楼下露台这里来了 在楼顶上面太热 它压根就长不好 而且很快就老掉了 OK,好了,拜拜 拜拜